OK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让我们在今天 我们有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 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是内心满心的欢喜 因为我们渴望亲近你 我们不希望与你远离 我们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内心多么的充实 因为我们走在福音的正道上 神啊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平台 有老师愿意服侍我们 有这么多的同工 爱我们 神啊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合聚在一起 就是一股力量 我们能够学习得更好 我们也从弟兄姐妹身上 看见美好的见证 感谢神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能够接触到你 都能够摸着你的光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这所有的事工 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引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 好 我们开始在讲传道书 OK 这个字有点复杂 Ecclesiastis 中音在后面 Astis Ecclesiastis 那个SI是发Z Z的音像小蜜蜂一样 OK 我们多念几遍就好了 我们每一节都会 再重复一遍这个字 Ecclesiastis OK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 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 这是一个传道者 是吧 他是一个the teacher OK 他是一个教导人的人 OK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章讲 哎呀虚空虚空 太虚空了 是吧 但是呢 他这个人很特别 OK 这个传道师是怎么讲的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 前面他在第三节的时候 有讲到 他也曾经学着 学世俗的人去做 用酒 让他自己放松 是不是学得愉快 他也有 这个去拥抱那些愚昧的人 但是呢 他的心里面 毕竟是一个传道士 他不一样的 他的内心里面 有智慧 一直在引领他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从这里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是追寻 神的智慧的 所以呢 第四节开始呢 他开始做一些事情了 是吧 开始做一些事情 OK 他做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来看 我们上次讲到第五节 I made gardens and parks Gardens and parks 这些都是园子 Parks是更大型一点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的 公园 是吧 Garden有的时候 规模可能比较小一点 在我自己家里的Gardens OK 好 他做了这种原子 然后呢 Planted all kinds of fruit trees 他就开始种植 各式各样 all kinds 各式各样的果树 in them 好 种完了果树以后 他还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从二章六节开始 I made reservoirs Reservoirs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水库 可以叫做大的 像水库可以叫做reservoirs 我们一个蓄水的池子 OK 可以用来调整我们的 这个这种水池 可以叫reservoir 这种东西在中东地区 是很需要的 所以他们常常 家里面都要建这个水池 I made reservoirs to water roves of flourishing trees OK 所以呢 他就造了这些水池 挖了水池 然后呢 从这个水池里面 OK to water 注意这个water 注意这个water 不再是名字 这个water是动词 要浇灌的意思 要浇灌的意思 浇灌什么东西呢 浇灌这些groves of flourishing trees flourishing trees 是指那些 慢慢一点一点长大 在那里很生机薄薄的 这些长大的东西 所以呢 他各种各式各样 在生长的东西 他就用这个水池里的水 来去浇灌它们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的事情 OK 所以groves呢 通常我们可以是指那种 园林里头的东西 那些树木啊 那些东西 都可以算作果树啊 只要能长的东西 一般都可以叫growth OK Flourishing trees呢 通常我们指的是说 他是很生机薄薄的 他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长大的东西 在往上长的东西 OK 欣欣向荣 Flourishing 可以讲 欣欣向荣 一直在成长的东西 OK 第七节 I bought male and female slaves male and female 我们都很清楚啊 男的跟女的 slaves 这个是奴婢 OK 他的这些奴仆 叫做slaves 以前那个时代的时候 在就业的时候 奴仆是可以买卖的 他买男的 也有买女的奴仆 It had other slaves OK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奴仆 是做什么呢 Who were born in my house born in my house 这个 born in my house 表示他 从前 从小就生在我家的 就是在我们家里 长大的 可能是其他的奴仆 生下来的 这个叫born in my house 那这肯定就是 跟着他们家里面 很久的了 所以有买来的 OK 在新买的 也有一些 原来就生在他们家的 I also owned I also owned more earth in flocks OK flux 我们学过 hers and flocks 一个是牛群 一个是羊群 hers指的是牛群 flox是指那种羊群 I also own I own 表示我拥有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说我拥有两辆豪车 三辆豪宅 我都可以用 on这个字 OK 通常这个东西 必须是大一点的东西 如果你就是说我家 我有一袋米 我有两个什么牙刷 这种东西 你不会用on 因为这没什么好讲的 on这种东西都是 可以在别人面前述说 也相当大的量的 不错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呢 牛群羊群 就是一个很值得述说 因为是很重要的财产 我所拥有的这些 hers and flocks 牛群跟羊群呢 注意这个地方是 more than anyone in Jerusalem before me 我所拥有的牛群羊群呢 在我面前 在耶路撒冷里面 我超过任何人 所以他拥有的财产 你可以看见 他又有奴婢 对不对 他有这些奴仆 然后他又有这些牛群羊群 他有的牛群羊群 是超过所有在他面前 耶路撒冷城里面 任何人 超过任何人 他是相当的富有 相当的有钱 那是这么一个 好 下面呢 二章八节 OK 二章八节 我们来看一下 二章八节 I amassed OK Mass是一大块的意思 amassed 这是一个动作 是一个动作 所以呢 他积蓄了什么东西 这表示他存了很多什么东西 Silver and gold for myself 哎呀 我给我自己啊 存了很多的金子 银子 都为我自己 And the treasure of kings and provinces 还包括 不只我替我自己存 还有很多的宝贝 很多的珍宝 这个叫treaders 王 各个王 这个kings呢 有可能是他的诸侯王啊 provinces 是各个省份的 我不只替我自己存金银财宝 我还给其他的王啊 我底下的这个诸侯王 给其他的这个各个省份的 存了很多的这些珍宝 I acquire acquire是他拥有 OK 这个也是有的意思 acquire呢 是很多是表示说 我 我可能是从别人那里 得来的这些东西 叫I acquire men and women 我拥有什么 男的跟女的 singers 我家里还养唱歌的人 唱歌的人 and a harem as well OK 所以不只是我们这些 男的歌手 男的女的歌手 另外还有 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见到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没有这些了 harem是那些后宫 我还有一个后宫 后宫里面养的 就是我的鞭飞了 是不是 我还有一个后宫 在我后面 as well 所以我什么都有了 the delights of the heart of men OK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都是人所内心 世间的人 内心所最喜欢的东西 所有人世间所喜欢的东西 delights 是所喜爱的东西 喜爱的财物 我全部都有 人世间所喜欢的 我通通都有 第九节 I became greater greater 这个greater是指他 越来越兴盛 越来越强盛 我变得势力很强大 越来越强盛 by far than anyone in Jerusalem before me 他动不动 他这个比较的标准 就是in Jerusalem before me 在耶路撒冷城内 在我的眼睛前面 我眼睛所以可以见到的 所有我都远超过任何人 far than anyone 远远超过任何人 我这种强大 没人比得上的 in all this my wisdom stayed with me in all this 在这样优渥的条件之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他这个用人有这么多 仆人 奴仆这么多 牛羊也这么多 他想尽了人间的富贵 什么 在这种所有的情况之下 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my wisdom stay with me 我的智慧仍然跟着我在一起 你仍然保留着在一起 那表示我仍然持守这个智慧 注意这里讲到 wisdom这个标准 不是一般人所讲的 这种 这个什么走捷径 什么 什么有一点 这个小聪明 不是这个 这个wisdom的意思是讲 第一 他敬畏神 第二 他的wisdom的标准 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他是一个智慧的人 他的内心从来没有丢弃掉智慧 智慧一直持守着 他持守着上帝的智慧 好 第十节 I deny myself nothing my eyes desired ok 所以 I deny myself nothing 这个句子一看 本来一看出来的时候 你会以为是 I deny 我是拒绝我自己 是不是 不是 nothing ok 什么都没有 我都不禁止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否定的意思 是我不禁止 我不禁止什么呢 my eyes desire 我眼睛所 desire是他的强烈的欲求 我的眼睛里面 我所求的一切 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我通通都不禁止 ok I deny myself nothing 注意这个nothing是指的 否定是指这个deny 的否定是 表示我没有拒绝任何东西 不禁止任何东西 I refuse my heart no pleasure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后面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用法 我 I refuse 乍看之下是 I refuse 我拒绝是吗 后面是 no pleasure ok 没有一个享受 享乐的事情 我是会拒绝的 我所有的任何的欢乐 享乐的事情 我的心通通不拒绝 来者不拒 享乐的事情 我都要 眼睛想的 想要了 我全部都接受 My heart took delight in all my work 我的心啊 在这个work是指我的工作 指的是我的劳碌 世间的这些劳碌的工作 在我的工作之中 在我劳碌的这些工作里面呢 我的心啊 是非常欢乐的 非常高兴的 因为他说 take delight 对不对 take delight and this was the reward for all my labor all my labor labor是我的劳动付出啊 我的付出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的心享受这世界 所有的欢乐 这个就是我所得到的反馈啊 这就是我所得到的 我在所有的 我的体力啊 负担 工作 付出的劳力之际呢 这所有的快乐 都是人世间的快乐 我都能够享受啊 这是我的 我所得到的这个 加奖啊 反馈 第十一节 yet 然而 既然你看 我享受这么多 他享尽了人间的这个荣华富贵 然而 yet 画风一转 when I surveyed all that my hands had done okay when I surveyed survey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用啊 什么调查了 问卷调查 我们用这个字 是不是 survey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 他冷静下来 回头看 他去查看 回去看 我回头查看 查看什么 all that my hands had done 所有我的手上 已经做过的一切 人有时候 这个午夜梦会 会去回想 对吧 我所做的一切 and what I had toyle to achieve okay toyle这个字 我们昨天学过了 toyle是特别 劳力的付出 劳劳碌碌碌 雍雍碌碌 劳碌的去付出 所有我这些 我劳碌付出 而我所得到的 成就的事情 achieve okay 好 我回头看 我这些东西的时候 everything was meaningless 又是这个字出来 虚空 所有的一切 我看了半天 哎呀 我所做的一切 我所有的劳碌 所成就的事情 一切都是虚空 meaningless achieving after win 这个是有名的字句 要记起来 我们昨天就讲到这个 很多东西他描述 他就说 就像追风一样 就像你去追风一样 这个全部是虚空的 achieving after the win okay 都是追风啊 都没有用的 nothing was gained under the sun 在日光之下 在日光之下 毫无益处 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我这么努力 我去成就的事情 我所做过手 双手所做的虚空啊 都是虚空 好 十二节 then 然后呢 我看过自己所做的 知道都是虚空以后 then I turn my thoughts turn my thoughts 一个人的思路 我把我的思路 我把我的思路转头 再去想别的事情 去想什么事情呢 to consider wisdom 我就开始转头来 考虑一下 去想想我的智慧 wisdom and also madness and foley 这几个我们昨天 都有讲 都有讲过 那我就开始考虑 去想想 我的仔细的思索 我的智慧 还有madness 这些狂妄 疯狂 还有fully 是愚昧 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我把我的思路 turn my thoughts 转我的思路 就去想这些事情 what more can the king's successor do 这个地方是指 the king's successor successor 指的是 王的继承人 王以后的 这些继承人 这些继承人 what more can the king's successor do what more can do 这个王的继承人 还有什么 还可以再多 做什么事情呢 还能再做什么事情呢 OK 这里有more 后面就有一个 then 超过 胜过什么东西 than what has already been done OK 也就是 这是后面 这个是一个完成式 也就 已经做过的 这些王的继承人 已经先前 已经发生过 已经做过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 是这些王的继承人 他这个王的继承人 还可以再多做的 超过这些再多做的呢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呢 十三节 I saw 我看见 我自己就看得很清楚了 智慧胜过 愚昧 fully OK 这个是我看出来的 我的结论 just as 这个就好像什么一样 给你一个比喻 light is better than darkness 光明胜过黑暗 所以呢 智慧胜过愚昧 就好像光明胜过黑暗一样 啊 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好 十四节 the wise man the wise man 是指智者 那些聪明智慧的人 智者 has eyes in his head 他的头上 在他的 这个地方注意是 眼睛是in his head 在他的头里面 OK 头里面 eyes in his head 这个我们能理解 对不对 在头上面有两个眼睛 但是他是in his head in his head 这里要解释成 不是单纯的指眼睛的位置 他指的是 一个人的这个 eyes是他的眼目 OK 他的眼目 非常的光明 OK 他的脑子里面 OK 因着眼睛 而非常光明 其实是跟他的思路 是有关系的 不是指单纯说 头上长两个眼睛而已 OK so in his head while the fool 那while就相对比 我们同时 我们再比较一下 还有那些愚昧的人 是怎么样 智者是这样子的 他的眼目 非常的明亮 看得很远 很清楚 因为他是智者 the fool 是愚笨的人 这是愚昧的人呢 walks in the darkness 愚昧的人 就走在黑暗里头 walks in the darkness OK 好 这两者他都搞清楚了 然后他说 but I came to realize I came to 所以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是过去事 但是我早就已经知道 I came to realize realize 是完全明白 看清楚了 我就知道呢 that the same fate overtakes them both OK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OK 有一件事情啊 是 overtake 是可以胜过他们 就让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呢 这个命运 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们的命运里面 fit是命运 有一个同样的命运 OK 可以呢 可以让他们两个 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overtake呢 通常就是指说 这个就是 胜过他们 盖过他们 让他们两个 都遇见这样的事情 他们都逃不掉的 同样的命运 智者愚昧人 都会遇见的 第十五节 然后我已经明白 这个道理了 then I thought in my heart 然后我就在 我的心里这样想 the fate of the fool 是愚昧人的命运 愚昧人的命运 will overtake me also OK 这个愚昧的 这个愚昧人的 这个命运啊 这个也会 overtake me 表示什么 也会在我身上发生 是不是 也会在我身上发生 所以我也很可能 既然智者都有可能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也有可能 发生在我身上 是不是 也有可能发生 这个overtake 我们以前学的时候 好像字面上看 是超过我 是不是 超过什么人 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 绝对会让我也遇上 我也会遇到 这样的命运 我跟愚昧的人一样 what do I gain by being wise 那既然愚昧人的命运 也会在我身上发生 那我being wise 其实聪明 我做一个聪明人 我如果呢 做一个聪明人 有这么多智慧 我这样得到的呢 有什么得到的呢 所以我为什么 要有智慧呢 我 因为我 反正愚昧人的命运 我也是会临到我 所以我就不必 不需要有这么多智慧吧 因为我也得不到什么 是不是 I say in my heart 我就跟我的心里面 心里面就这样说 these two this two is meaningless 哎呀 这些啊 也都是虚空 虚空 都是虚空 mainless 好 十六节 for the wise men 对于智者而言 ok 智者而言 like the fool 智者就像愚昧的人一样 一样的啊 will not be long remember 智者就像愚昧的人一样 不会be long remember be remember 是被纪念 他们也不会被人家纪念很久的 不会的啊 不会的 不会久久的纪念住 反正愚昧人跟智慧的人 智者都一样 不会被人家很久的纪念下来的啊 in days to come days to come 指的是未来的日子 both will be forgotten 两者 不管是智者也好 愚者也好 通通都会被忘记 will be forgotten 啊 被动是 like the fool 就像愚昧的人一样 the wise man true must die 这个智者 就像愚昧的人一样 他也是要死的 也是要死 死了 就没有人纪念你了 ok 第十七节 so I hated life 所以啊 我厌恶啊 讨厌这个人生 because the work that is done under the sun 因为在阳 日光底下 under the sun 在日光底下 所有所行的事情 所行的事情呢 所发生的事情呢 was grievous ok grievous 这个grievous啊 是从grief 面来的 grievous 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指的是 这些事情啊 都是虚空 都是让人很烦恼的 让人很烦恼的 没有什么意思 grievous to me 对我来讲 都是很烦恼的 令我悲痛 令我烦恼 没有什么意义 all of it is meaningless 这个所有的一切 这些事情 都是没有虚空的 还是那句话 有名的话 achasing after the wind 追风啊 追风 都是虚空的 ok 十八节 I hated 我是厌恶 很恨恶 厌恶什么事情呢 all the things I had toiled for under the sun 我是厌恶 所有在日光之下 在日光之下 我曾经 劳碌的那些事情 I had toiled toiled是你 劳劳碌碌 很努力的去工作 那些劳碌的事情 都是虚空 我所有在日光之下的 劳碌的这些事情 结果都是虚空 我痛恨 because I must leave them to the one who comes after me 这些事情啊 我这些劳碌 我都恨得不得了 然后我 我必须 把它们留下来 留给谁呢 live to the one the one who comes after me 我得把这些东西啊 都给留给后人 after me 在我之后来的人 我的后人 okay 十九节 and who knows 谁知道啊 okay whether he will be he a wise man or a fool 谁会知道 在我之后来的那个人 他是个智者 还是个愚昧人啊 没人知道 都不知道 yet 然而呢 he will have control over all the work into which I have for my effort okay 但是他这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来的人啊 在我之后的那个人 到底是智者 还是愚昧的人 但是这个人呢 他怎么样 will have control 他可以控制 因为他 我已经走了 我已经死了 他可以接管 控制 所有一切的事情 all the work into which I have for my effort for是倒出来 for my effort 是我把 请进所有 把我的努力 全部倒进去 也就是我 劳碌的 这一切的成果 他就可以接收我一切 可以控制我所有 我做的这一切 因为我已经走了 and skill my effort and skill 指的是 我的努力 还有我的技能 我所在太阳底下 在日光之下 我所贡献出来 for是我整个倒出来 我所有在 太阳 日光之下 我所有 请进所有 我的努力 还有我的技能 他全部接收了 全部控制了 this too is meaningless 这件事情呢 上面讲的这些事情 也是虚空 虚空 太虚空了 二十节 so my heart begin to despair over all my toil 所以呢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想的关系 ok so in此呢 我的怎么样 我的心啊 begin to despair despair是指说 我就开始很绝望 我想了半天 反正我努力了半天之后 我所有付出的这些东西 后来的人也都接受 也都控制住了 所以呢 我就despair是绝望 对什么绝望呢 over all my toil toyal sound labor toyal sound labor 是指我非常 劳碌的 这些劳力所付出的 在太阳底下 under the sun 我对于我所有 所劳碌付出的 这些一切的 我的努力 这些劳力 劳动的成果 我都是非常绝望 非常绝望 for a man may do his work with wisdom 因为啊 因为人 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工作呢 may do 他可能 这个地方是may 有可能做他的工作 是要用到什么 用到wisdom 用到智慧 用到knowledge 要用到知识 还有skill 还有他的技能 他做完了这些东西 好不容易 用了智慧 用了知识 用了技能 然后呢 and then he must leave all he owns to someone ok 然后他就必须离开 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 这个人就必须离开了 把这些所有他的成果 劳动的成果 这些 好不容易花了很多心思的事情 都留给其他的人 someone 留给某一个人 所有他所拥有的东西 都是交给别人了 而这个人呢 他留给的那个人呢 who has not worked for it 我留下来 我的生命终结了 我走了 我都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而留下来给的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完全没有付出 没有劳力付出 就得到这些的 是吧 this too is meaningless 这些也是虚空啊 虚空 and a great misfortune misfortune指的是 非常的悲哀 非常的不幸 怎么这样呢 我所有的东西到最后 都到别人的手里面去了 他来的这个人 他也没有付出什么劳力 他就接收了我所有的东西 这个misfortune就是一个 很不幸的事情 大大的不幸 what does it mean good 这是一个问句 这个人会得到什么呢 for all the toil and anxious striving 所以这个人 他是会透过这些劳碌 还有anxious striving 是指的他是非常努力 劳心劳力 劳心劳力 所付出的这些东西 with which he labors under the sun 那么这个人 他这么辛苦 付出自己所有的 劳心劳力的事情 然后那么他在太阳底下 这么辛苦的工作 他到底是能得到什么呢 因为他走的时候 全部都交给别人了 那这个人到底要得到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 二章二十二节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